道大 你今天气色好的 不同寻常啊 滚 好嘞 回来 今天公司附近 是不是有品牌的快选活动 对 有两场 你该不会是想叫 你未婚妻 我嫂子公司老板娘来吧 司徒书 我看你全年的薪水 都会被我扣光 扣 随便扣 等扣光了 我就去报老板娘大途 我看你 怎么喝了碗鸡汤 然后 跟被人打了一样 还好 还好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看来以后 真的不能乱喝鸡汤 鸡汤有毒啊 顾绮成 吓死我了 干吗 今天公司附近 有品牌的快选活动 你要过来学习观摩一下吗 我也可以去啊 别给品牌丢脸就行 子密 好 好 你好 太好了 我不能说 我不能蒸住 我不能蒸 我 …… 跑 这不错啊 这质地真好看 这颜色很亮 你好 我是花言的网络推广主播 关于这位模特的妆容 我有点自己的想法 想和您交流一下 你有什么想法 你怎么在这儿 蜜蜜姐 我正好来学习一下 我正好想和化妆师说呢 因为这位模特的妆容 我觉得不够凸显 花言新产品的特色 虽然你是跟花言签约了 但是我们聘请的 可是最专业的化妆师 我不觉得你能做得更好 我不是质疑化妆师的专业 只是 如果我说得不够直观 我可以给模特改妆 这样可以看得更明白一些 不必了 不用浪费大家时间 让她改 没事 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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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您怎么来了 我刚好在这边开会 所以顺便过来看看 我倒是很好奇 你有什么想法 顾总 媒体们都在 要是他改不好的话 会很影响宣传的 你有信心吗 有 好 真好看 真好看 花眼一直致力于传达东方美学 它的质地 色调 比欧美品牌更适合亚洲女性 这次的新系列名字叫做上嗣 所以我把妆容改得更具古典神韵 同时呢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谢谢 顾总 陈编辑来了 早就得到消息 你们这次的新产品别具一格 没想到实际效果 比想象中的还要经验 我决定了 这次的Stylish的头条内容 具用花言的新系列了 很荣幸 另外还有个不情之情 可否在内容上 附上它的网络ID 当然可以 这是应该的 再说这么优秀的设计 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对了 这期的专访呢 我们还请到了 荒山岳大师参加 顾总 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我们的邀请呢 如果能请到您的话 这期的内容 一定会更加精彩 荒山岳大师啊 怎么了 荒山岳大师是我的偶像 所以听到他的时候 有一点点小激动 好 对了 陈编辑 专访一下由专人负责 您是知道的 顾总一般不接受专访 当然 那如果以后顾先生 需要专访的话 一定优先考虑我啊 谢谢 请 锦西 哎呀 傅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您忘了 我也从事美妆工作 欢迎线下有活动 我当然要来看看 哦 嗯 对了 我正好有事想跟你说 是 是关于月桂之华的 考虑得怎么样了 是这样 我已经和花言签约了 按照公司规定 不能再接其他品牌的推广 抱歉 明白 不用道歉的 没能帮上什么忙 对不起啊 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 不如这样吧 等你和花言的合约期满 就和我签约怎么样 你放心 我给的价格一定比顾锡城高 怎么了 很好 赫锦西